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七年前的这一天 美国NBA球星Dennis Roman唱起生日快乐歌 他祝贺的对象是好妈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2022年1月8号 这是金正恩38岁的生日 只是对照金正恩和金正日两代领导人 从生日就放下的惯例 北韩1月8号却不是国定假日 南韩媒体怀疑北韩会这么低调 是因为金正恩妈妈疑似在日本大阪出生 就怕血统引起北韩人怀疑 所以金正恩才会每年低调过神志 他的健康状况最近也成了南韩媒体关注焦点 曾经出现在他后脑勺的神秘贴布 南韩媒体就发现上个月已经消失 推测这块贴布可能开刀摘除脂肪瘤 或是用来治疗缓解头痛 北韩在周三高调试射 朝鲜中央台还说这是第二代极音速飞弹 只是南韩军方打脸认为北韩射的只是一般弹道飞弹 至于去年10月北韩成功试射的前舰飞弹 现在也传出潜水艇疑似受损 花了三个月时间才终于修复完毕 TVBS新闻做不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